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OX 中间在这儿的我们把它叫做蝴蝶形态 我换一个稍微好看一些的颜色 好难看 我们有没有学美术的 好中间在这儿了 中间在这个上面的它的这个字呢 特别就是这个字中间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那我说的字特别重要的是 它在中间你了解就好了 就是中间的它的这个每一个回调比例都是相当有讲究的 涨上去涨到1.426 然后到这儿的有回调 这是我们在中间的一种叫做蝴蝶形态 不明白的你可以在中间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去看一下这个Google百度 Google百度去找一下它的什么叫做蝴蝶形态 是什么叫做蝴蝶形态 那这个形态出来之后表示说它应该是往下走 不是说趋势往下走 而是说它需要做一个有效的调整 今天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 相对稍稍有些复杂 而且它这个图形其实走得特别标准 你看到在这儿写一个2 就是2是什么意思 这个注意一看 你看这个2是什么意思 2就表明说A到B的距离等于B到D的距离 涨了涨了一倍 就是在这个中间它有了一倍的这个这个上涨 走了一个一倍的上涨 然后这个波幅 然后这个波幅是下跌拉回回到了766的位置 所以这个结构其实是挺漂亮的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蝴蝶的结构 那它会往回回调 再等一下 中间我们看到这个股票方面上做一个记录 DIX 2倍点 110 我们在这个上面可以设置一个到价提醒 110的到价提醒 中间我要买的话应该买在110 甚至110的下方 这个思路其实跟我们在之前 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说 说了很多次 迪斯尼买入的位置 应该是在9899 100 我相信你们都买过 很多人都买过 包括101 102 还有买到98的这些 这个的调整位置的都有啊 那关键的是要稍稍等待一下 它走到有效回调位置之后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去